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翱翔天际 谈古今 论道理 我是洪伟祥律师 今天是5月4日 我们CNCO的第一天 大家晚上好 也是我们第29次的live直播 现在进入我们第三个讲题 就是现在最热的政治情况 今天政治 我们无关抗议 我们说政治最火的是什么 终于在野党团结一致了 5党 5个党 就是马哈迪派系的土团党 马哈迪本阿鲁系的身份 然后沙菲伊的瓦里山 公正党 行动党跟诚信党 一起出了一个更加答案 更加答案就是声明 出了一个声明说 既然现在是CNCO的情况 商业都可以开了 只要你有一些SOP 保持距离什么就可以 那你还有什么理由 不开放国会呢 为什么国会只开一天 这明显是你的烂权 所以很庆幸的 我们的在野党终于又团结在一起 你看我们西蒙 其实就是这五个党 其实就是这五个党 所以很幸运的 我们等了这么多天之后 这五个党才又重回一起 当然这个党 这五个势力里面 其中两个党的势力 已经有一点分崩离析了 大部分的土团已经去了国门 小部分的公正党已经去了国门 所以他们的势力是有点减低的 但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而且这一个五党共同声明 的背景是什么 昨天穆克里出了一个出师表 出了一个出师表 防选他要挑战穆尤丁的president职位 president是土团党最重要的职位 从政变一开始 我就分析给大家了 我有去看他们的党章 真正在执行党务的签名的人 是president 本和如戏其实只是好听主席 其实他的地位比较像本拉西汉是顾问 所以马哈迪要夺回这个党 他一定要抢下president职位 为什么穆尤丁现在可以当上首相 也是因为他以president的身份 去觐见最高元首 说我是这个党的主席 这个党支持我 我是这个党的实权领袖 这个党支持我做首相 然后元首接受了才给他当首相 所以他要夺回这个党 他就要拿president职位 但马哈迪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他九十多岁了 他没有能力去管理这个党 所以之前土团党的党务也是都有穆尤丁来 handle的 当然穆尤丁有一段时间告假去治疗他的癌症 就是由马祖基 也就是马哈迪的私人政治秘书马祖基 以前的总秘书 现在总秘书已经换人了 换康扎仔努丁是内政部长 所以还是回去这个情况 小马穆克里几打的州务大臣 他现在要挑战 要拿president这个位吗 挑战首相慕尤丁 他发了一篇很长的出事表 比阿兹明刚才那个怒发通关的声明还长 很长的出事表 然后里面就告诉大家 土团党只有一条路就是回到跟西蒙一起 然后他里面的原因是我在政变的时候 二月尾就已经说了 土团党跟巫统合作跟伊党合作是自寻死路的 一模一样 他是里面说的理由都一模一样 我写了一个文章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我就不重复 等下人家说我自除自理 所以小马穆克里他昨天发的这个出事表 他发的这个戏文 就是打战的戏文 里面很明确的说了 我们要重回西蒙 如果我做了president 我会重回西蒙 因为这个是对我们最好的 也是对我们国家最好 如果穆克里他的这个更加答案 他这个声明 他这个出事表 只是以自己的利益 自己党的利益来发言 那他这个更加答案是不好的 但是他这个声明里面 是以国家利益也有在里面的 他说我们西蒙会更有效率 然后在马哈迪的领导之下 威望之下 会施政更好 不会像现在抗疫一团 找什么什么 他的出事表里面都有写到 所以昨天很明显 穆克里很递出了一个橄榄枝 递出了一个非常信息 非常强烈的橄榄枝 我相信也是因为穆克里 这个很明确的出事表 造就了 一直很得急 很倔强的安华 也终于又回到一起 从政变开始到现在 除了政变开头的两三天 安华说他支持马哈迪 公正党说支持马哈迪之外 在投票最后一天 渐渐元首最后一天 他突然投回自己之后 安华 就从来没有再遵从过马哈迪 他被问到都说 马哈迪的情况现在不明 反正他不是我们西蒙里面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怎么样 甚至也有说过一些西蒙行动党 公正党里面的人也抨击马哈迪在延期 现在这些证明都是错误了 所以在这两个月以来 终于第一次我们又看到西蒙 结合起来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而这个消息的手工 我们要记在穆克里之上 穆克里他出这个出示表 下面也有很多人骂他 骂他的人其实反驳不到他的文章 真的 我去看了一下 很多留言当然有支持他的也有 马来人支持他的也有 华人支持他的也有 马来人骂他的不少蛮多的 但也不是全部 我看到有人说全部骂小骂 并没有 但是骂他的人 反驳不了他文章的东西 我看了很多留言 没有一个是反驳穆克里所提出的内容 反驳不了 他们唯一骂的东西是什么 行动党 所以行动党 因为他的形象问题 我一直说过 这个是解决不了的 因为这个是四五十年来 行动党成立到现在 他跟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关系 然后人民行动党跟社会主义 跟共产党的关系 然后马来人对共产党是 基因里面就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们会排斥行动党 所以骂的都是在骂 穆克里 你还要跟行动党在一起 你还要跟行动党在一起 他说只要你踢开行动党 我们一定支持你 很多人都这样子留言 所以国盟政府他们走后门 他们其实其中一个刀 包括回教党跟巫统也都是说 政府被行动党齐劫了 政府被行动党齐劫了 其实这个是巫统一直惯用的说法 一直惯用的说法 马哈迪也有尝试为行动党开脱 所以很明显 这个是穆克里兹牲畜的干燃子 所以我们也很庆幸 很德牛的安华 这次没有德牛 很庆幸 我们希望这个可以延续下去 把我们马来西亚的僵局打开 把马来西亚的僵局打开 所以我对安华没有希望了 我对他没有希望 反而他开始有做一点好事 虽然绝大多数还是做坏事 以下我们会做不好的事 以下我们会讲到 我们希望这个好的局面可以延续下去 但我不是希望安华了 我是希望公正党其他的领袖 西蒙其他的领袖 可以发挥自己的效率 包括土团党 像穆克里 你看穆克里这么高调 他说 你大家去看穆克里文告的最后一段 他真的是写的很低声下去的 他说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回去西蒙 虽然喜来登政变之后 我们跟土团跟西蒙有一点决裂 有一点间隙 他写的很清楚 有一点间隙 就是有一点问题存在 但是他说 只要我们可以驳回这个党的主导权 这些小问题可以解决 因为我们还有更重大的事情 国家的利益 人民的福祉要解决 所以这些小问题 我相信我们可以改过去 所以这个坎兰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我们也谢谢穆克里 也希望他会赢 但是老实说 我顺道就说一下党选 穆克里在党选是处于劣势的 是处于劣势的 因为穆尤丁掌握行政资源 然后党选的裁判是谁 不是穆克里是穆尤丁掌握行政资源 他是首相 穆尤丁这个武统的叛徒来到图团 是内政部长 社团注册局掌握在他手上 然后内政部长可以去抓人 可以去什么 所以大权在握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整个选举的主任也是穆尤丁那边的人 就是从裁判到求证 以前我们看少林足球有这一句话 那个谢贤说的 从裁判到求证都是我的人 你怎样跟我比赛 所以穆克里马哈迪派系 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种艰难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佩服他 他们其实只要回到图团 跟穆尤丁一起 就壮大图团力量 就可以吃香喝辣了 所以老实说我一直说 虽然老马是种族主义大魔头 做了很多坏事 但是在这个事情之上 我们要给予老马respect 要给予老马respect 在政变第一天我就说 老马没有参与到政变之中 很多原因我也分析出来的 现在路人皆知 老马是跟他们不是站在同一路线的 穆克里还写了这么长的批评文章 去批评穆尤丁 怎么可能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 我们必须respect穆克里 必须respect这些 站在马哈迪身后 当然最应该respect的是马哈迪 他做这个决定 才让我们的民族 不会向左倾向保守路线倾斜 如果大家想一下 马来人政府真的大团结 马哈迪真的回去 然后推动 土团武统的结合 马哈迪做太上王 首相做慕尤丁 我们回到什么情况 1998年的情况 1998年的之前的情况 安华是绝对做不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也很庆幸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希望这个好的局面 今天终于有一点好消息了 安华不要打破 真心希望安华不要打破 虽然我对他没有希望 他打破我也不意外 因为他打破很多次了 所以就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